《诸葛亮病逝之后,司马亦为何终身不公属国?司马昭一句话道破原由诸葛亮死后,司马亦为何不发动灭蜀大战? 三十年后,司马昭无意中道破真相众所周知,一部三国演义真实生动地还原了东汉末年三国乱世的场景,几乎原封不动地给世人再现了位,说无三国相互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历史,无论是康海悲壮的战斗场面,还是极度鲜明的人格塑造,都给世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,无数人为之震撼。 例如著名的关渡之战,势力之战等等,三国时期英雄辈出,人才积极,论实力而言,曹操领导下的曹魏势力最为强大,而江南的孙权和一周的刘备,居于弱势地位。 然而,古语有云,亦夫当官万夫莫开,纵观整个三国之间的征伐历史,似乎都是蜀汉最为积极,不是南下征讨孙权,就是北上讨伐曹操,尤其是公元223年,刘备并是白帝城之后, 诸葛亮为了能够继承刘备的遗志,帮助后主流禅完成统一三国,清复汉室的梦想,先后进行了数次北伐。 不过,让人可惜的是诸葛亮舞出奇山,军事无功而返,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让后世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,司马懿不是诸葛亮的对手,那么诸葛亮死后,司马懿为何终身不敢公署,不敢发动针对蜀国的灭国大战。 直到三十年后,他的儿子司马昭说了一段话,无意中的破了真相,公元223年,移民大战之后的刘备没活多久,就在白帝城病逝了,刘备走后一统三国兴富汉室的重任,全都压在了诸葛亮一个人的身上。 诸葛亮素星夜昧,势必攻心,让蜀国休养生息了多年之后,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,从公元228年到公元234年,先后进行了五次北伐。 公元228年春,诸葛亮万世俱北之后,就提兵三十万实际兵力仅有八万,由于诸葛亮出敌不易,导致原属于曹魏的天水、南安和安定三郡措手不及,无力抵抗诸葛亮的大军,而纷纷向蜀汉投降,消息传到魏国朝堂之上,群臣举国震惊, 然而,就在诸葛亮大军一路高歌猛进,捷豹频传的时候,诸葛亮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,马肃炎过期时,失掉了战略了地接亭,接亭的尸首导致了诸葛亮的蜀军丧失了全部有力行事,诸葛亮无奈只好引兵退回汉中,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北伐,就此宣告失败, 无意中也暗示了诸葛亮以后北伐的凄凉结局,此后,诸葛亮又进行了两次北伐,皆是以失败而告终,公元231年,诸葛亮心有不甘,进行了第四次北伐草贝, 这一次诸葛亮碰上了自己一生的宿敌司马懿,然而,有着中虎之称的司马懿,在老毛深算的卧龙诸葛亮面前,终究还是略逊一筹,司马懿损兵折将狼狈不堪,不过,这次北伐最终因为连运送军粮的不及时,诸葛亮不得已而宣布退兵, 司马懿经过了这场战争之后,也明白了自己和诸葛亮之间的差距,虽然自己在战场上能够知己知彼,百战不待,但只要是碰到诸葛亮无一例外的都是败仗, 从此以后,司马懿就采取了一种消极避战的方式,来应对诸葛亮,公元234年春,诸葛亮再次集结兵力,进行了自己有生以来的最后一次北伐, 原本要想必其功于异议取得北伐决定性胜利的诸葛亮,还是打错了算盘,司马懿采取兼蔽清野,闭关不战的方式, 最终成功地将诸葛亮耗死在了武藏人,然而,让世人比较意外的是,诸葛亮逝世之后,蜀汉已经没有人能够和司马懿的致谋相提并论了, 为何司马懿不趁此时反守围攻灭掉蜀国呢? 直到三十年后,也就是蜀汉王国的公元263年, 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在一次严谨流禅的时候,无意中地破了其中玄机, 司马昭说道,纵使诸葛亮在,不能辅之九泉,而况江维写,言外之意就适动,使诸葛亮复生,也不能保证蜀汉长久, 江维更加不行,没有了诸葛亮之后的蜀国定会日渐衰败,与其劳师远征不如做官其败, 后来的黄浩专权,江维远顿,就印证了司马师父子老某身算, 却非常人可及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